朋友们好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 怎样打松果弹斗闪电电 要打出松果弹斗闪电电 要做到三点 一要做到传声真正的放松 关键要放松 但是关键周围的筋磨要适当的隆起 这里面该松的松该紧的紧 松就有紧紧如松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这里不多说 在商计行李拳练法打法实践意识中 有详细的解释 二要练好内功 只有练好内功 你才能担天发力 打出松果弹斗筋 慢练 这是健身的快练 下核 上开 上核 下开 所以你这个松果弹斗筋了 这个你看 这个棺杂都在动 是不是 练好内功以后 担天发力 你才能打出松果弹斗筋 这是担天的开核 上核的开核 中核的开核 下核的开核 担天练好开核 才能打出爆发力 三要用三尾筋去混乱劲 才能打出松果弹斗 闪电边 因为这个边的劲 你看 是不是 你看 都是三尾的 都是三尾的 下面 我打一个 别五边 打了五边 一边 两边 三边 四边 五边 这五边要连锁打 你看 这个十段时间 要动步 十段时间 十段时间 一定要动步 全身松口 用三尾的火源劲 才能打几整劲 打仇 松果谈讨 闪电边 谢谢朋友们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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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